字幕提供 開車上了國道5號,視野總是比西部的高速公路,要來的舒服多了。 穿過了幾個隧道之後,眼前一亮的,就是整個蘭陽平原。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福山植物園。 預計今天會在園內的時間,會超過午餐時間,所以先在便利商店買些食物。 買了壽司捲,還有熱騰騰的地瓜,以及補充維他命的飲料。 把窗戶打開,森林的味道撲鼻而來。這是我喜歡的。 這個區域涵蓋了兩個縣市。 在入口管制站的位置,屬於宜蘭縣原山鄉。 到了解說站的位置,這裡就隸屬於新北石屋來區了。 福山植物園,隸屬,台灣林業研究所管理。 園區內以研究中低海拔植物為主。 採用每日限制人數進入,以及固定每年修園一個月,來保護園區內各種動植物的自然繁殖。 這裡是第一區,自然教室區。 首先我們來到的是,水生植物池。 水池中有著非常豐富的生物,是一個活體教育的生態池。 水池中有著 prosperity災害工作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澈的湖水 有着台湾原生种的瓶棚草 台语也称为孤炼花 目前面临濒临绝种的情况 幸而在此可以得到富裕 雄性的李宗蜻蜓 身上明显的蓝色 变满了整个水池 夏天正是他们活跃的季节 福山植物园 早期的建制 是从新北市乌来区的福山村境内开始 将国有土地规划成 台湾北部天然扩叶林为主的试验场所 而后面积扩大到宜兰县圆山乡的境内 圆内北区为水源保护区 南区为哈盆自然保留区 中间区域则规划成植物园区 为了维持生态的保留区域 入口处则由东边的圆山乡进入 虽然曾经在1991年 开始开放一班游客进入 但是当时没有管制人数 大量的游客进入后 对环境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不得已之下 只好风源进行整顿维修 并且拟定计划措施 终于在1993年12月 以限制人数的方式 正式对外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水鸭在湖中轻盈的游泳 也会潜入水中觅食 我不是专家 无法辨识小水鸭的种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着步道 我们慢慢地往第二区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区是树木展示区 主要培育林下植物 螺子植物 以及绝类植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下植物 是只能适应若光照的耐阴植物 在茂密的树荫下 光线已经减弱很多 为了增加光合作用的面积 叶片通常偏大 而且比较薄 因此也提供了野生动物棲息的好场所 蕨类植物 喜好生长于温暖潮湿的环境 福山植物园 中年笼罩在云雾之间 是蕨类植物的绝佳生长环境 在这里可以看见 附生在树干上的灼生型蕨类 或是水生环境下 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踪迹 螺子植物的种子 从佩株开始 就一直裸露在外 直到成长 名称因此而来 像是银杏、扁薄、柳山等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家族 柳山林下种植了许多草本植物及灌木 生长有许多色彩的花朵 静静地停下来观赏 是绝对必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枪 是一种非常害羞易受惊吓的小型路科动物 由于园内每天都有许多观光客 居住在园内的山枪 比较不怕人类 但是还是必须保持一样的 一个正确的观念 让动物自然地来接近我们 人类不要主动地去接近打扰它们 并且经过动物的时候 放慢脚步降低音量 让这里的动物们 有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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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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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